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從KTV流行之後呢 很多人就覺得唱歌 是他們很熱愛的事情 他們聽到某一些唱歌的人 隨便就能夠飆高音 就會覺得那種鐵廢 或者是鐵嗓剛喉 是很值得羨慕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好像滿多路人 都覺得自己可以做得到喔 可是妳有羨慕過那種 鐵廢型的歌手嗎 有一點 阿妹算鐵廢吧 是不是 阿妹英語是... 因為我後來發現 阿妹的飆高音也還好 可是要是能高又能低的人 比較令人欺騷 然後有感情的 對 要好聽 是 所以今天康熙來的呢 是要讓大家見識一下 在新生代剛出片的歌手當中呢 有一些在比賽當中 被認為是鐵嗓剛喉的 可是他們的前輩不一定 覺得這件事情很值錢 歡迎六位 好的你們好 歡迎 當然坐在前面的這三位 是他們的前輩們 阿基斯有什麼事嗎 今天有題目要問我們是不是 不... 來...這個... 很久沒有來到... 腦水管塞住啊 好嗎 阿基斯害羞是不是 阿基斯有苦難言 對 不 你有打到我 你剛剛那一句阿基斯 有苦難言 所以有打到我 Touch My 好 喂 痛了 黃大偉根本是沒有唱不出來的時候 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聽過他有任何出錯耶 你從來沒有唱歌是唱不出來的 怎麼講 有...但... 我從很年輕的時候有學到就是 你上去之後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你還是要把它完整的做完 對 所以是不是你本來想唱的那些音 比如說真的不行的話 那你就馬上要想辦法怎麼樣把它唱完 那你有曾經誤會過 自己可以唱到的那個高度 結果唱不到嗎 有 也有 幻想嘛 對 快要到那個時候 所以到了那邊的話 還是會找另外一個方式 逃避一下 對 不可以讓那個喉嚨痛啦 或者這邊流血啦 或者幹嘛 去影響你的表演對不對 是 對 我... 我給... 常大人被評審揍吧 我給一個麥克風電過 然後這邊是變黑色的 然後在...真的在流血的 不 還是要唱 康康唱高音的時候 應該是自己很會調整 還可以啦 但是因為我如果破音 我也可以就是開玩笑 因為大家會覺得 我好像是要搞笑這樣 跟他們這種偶像比較不一樣 但是你人聲 有在走高音路線嗎 他音滿高的耶 我的聲音還滿高的 我的低音不行 那所以這一次我的專輯 找了十個大師來幫我嘛 你是說十首歌 分別找不同的製作人是不是 恭喜你出新專輯 謝謝 寫這麼大的歌 他看不見了 謝謝... 小S姐姐 然後有一首是黃道瑋 幫我製作的 然後我去唱的時候 他叫我低八度唱 他說你的低音很迷人 然後我唱了一整天他說 他說搖一搖頭說回去休息吧 過幾天再來唱 我過幾天再去唱 他說叫我高八度唱 我說是不是你要改氣嘛 那高八度也說太高啊 後來我高八度唱完 他說好了 他就把我的低音跟高音 瞇在一起 就變一首非常好聽的歌 然後我就嚇到說 還有這種作法 對啊 我是對人啦 因為不是每個人 或者每一首歌 可以做某些東西 那他剛剛好 那首歌 我是寫給他太太的啦 寫給你的喔 然後呢 是什麼... 還給你太太的 還長得有點像 他們認識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場愛情故事太美了 我就寫了那首歌 哪一首 對天發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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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英國 對英國 你這麼會唱的人碰到 製作人叫你做什麼 你還是會乖乖照做 當然啊 其實音樂這一方面還是他們 其實我應該坐... 我應該坐在這裡 因為我從小就看他參加舞燈獎 對啊 你以前真的看過他參加舞燈獎 當然知道啊 變色的長城嘛 那個是吳淑銘 那個不是我 吳淑銘 你的是... 我的是最後一關是古月到精神 古月到精神 吳淑銘啊 11歲的時候打敗我的 你跟他一起參加過舞燈獎 對啊 他唱愛你一萬年 不是舞燈獎 是我們那邊鄉鎮那種比賽 然後蔡小虎是評審給他冠軍 我被淘汰 所以我很少跟蔡小虎講話 好 所以今天這三位呢 他們要陪後面的小朋友一起唱歌 可是後面的小朋友呢 很多人是比賽出來的 有的是踢館多次的魔王 每一次都把選手踢倒 那有的是得到冠軍的 那Kimberly 妳沒有來過康熙 我有一次 什麼時候 之前上星光的時候 有跟小胖還有演藝哥來 有唱到歌嗎 有 我有唱一個Winnie Houston的歌 那當時唱完現場的人 有嚇到嗎 我有點忘記 已經兩年耶 所以妳今天要跟黃大瑋合唱 對 妳有擔心他的風采會壓過妳嗎 剛剛彩排的時候 就是感覺還不錯 所以我其實滿興奮 很期待 他應該會 跟妳一起做一個好的表演 希望... 關施敏 是 妳出專輯了 是 恭喜... 這是我的新專輯 關在家 已經發新了 謝謝 新專輯叫做關在家 關在家 謝謝 是 華人星光大盜的冠軍 是 是 所以當時評審老師是哪一位嗎 有...洪明老師 那比完賽之後特別節目 有遇過康康老師 妳是陶哲的學生嗎 是 學生的意思是 陶哲有教妳怎麼唱歌 陶哲老師是我的製作人 對 然後他就是幫我 在這張專輯裡面寫了三首歌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件事 做得好像有點不太對耶 什麼 因為他的發片記者會 陶哲當然就是會出來站台嘛 對 然後後來記者就問他 最欣賞的男歌手是誰 結果他竟然是回答周杰倫耶 沒有 他們... 我有說陶哲老師 可是他們問我其他的 對 有沒有其他的 對 因為照這個情況 就應該就是說只有陶哲吧 其他的可能就得講 費玉清之類 像陶哲錯開來的那一首 對 不一樣的 是不是 好 所以剛剛請問如果是 像同樣的狀況 你交出來的徒弟 如果被記者問說 欣賞的...最欣賞的歌手是誰 你覺得跟你是同一類型的事情 沒有吧 我現在知道這只有卓別林嘛 所以你今天要合唱的人 是林俊逸 對啊 可是你們是不是已經合作過了 在節目中 以前我的專輯他有幫我 都是他幫我合音 合聲編寫 他跟小林姐 林俊逸 你以前是他的合音天使嗎 我一直都在做合聲 然後康康哥那時候有做很多巡迴演唱 在POP的時候 我也是Live的合聲 對... 那個都是康康自己去挑選的人嗎 是透過小林老師的推薦 然後有一次我要唱一首歌就是 我前女友不是有一首哭 一直哭嗎 就是他在你眼裡 我只是小孩子那 那因為我裝得不像 然後我找吉他手什麼都做 他就說我來好了 他就拿起來 一裝跟那個唱片好笑 我覺得原來他會搞笑 因為他那時候好像 他要裝你前女友的聲音 對... 是什麼內容 沒有 那個好像大概就是 你怎麼都這樣拋棄我 然後講得也不清楚 就一直在那邊哭 然後用大聲弓出來的感覺 就很像 合音的人生是怎樣的 我要在去之前 我要先聽完他所有的歌 然後我要在家先過一次譜 然後確定這譜都沒有寫錯 然後到現場Live的時候 我要去喬到一個角度 我確定我可以看得到 那個主唱的嘴心 然後還有他的呼吸 所以有時候唱到一半還會過來 其實是要給他看一下嘴心 為什麼要看到嘴 那個字我已經唱出來 他還沒合出來 就沒有辦法重點 所以藍女對唱或者什麼 都要兩個對看 其實是在看那個嘴心 是喔 可是合音不是都在歌手的正後方嗎 所以有時候還是 他們自己要找番茄 你們會看那個投影的大影嗎 我們要看歌手的呼吸 就是他這邊細細的時候 你就要跟著他一起呼吸 因為他們也會戴那個耳機嘛 歌手的聲音很清楚 那萬一那個人呼吸又很小 然後你又看不到他的嘴巴 就是聽他的節奏 看他唱到哪聲 所以小意思現在隨便唱一個歌 你都立刻能夠合得上音嗎 如果我會唱的話 就是要在拍子上 就是你本來就應該要在拍子上 那我就唱我的哪首歌曲好了 怎麼會還是那一首吧 這麼重 我都沒有新的哪首歌曲嗎 重點是聽他幫我合音啊 大愛 怎麼會有這種效果 麥克風幫你開他回音 劍碎了 隨風吹向大海 越傷得深 越明白愛要放得開 是我不該 怎麼我會牽著你捲成依賴 把濃情在轉眼間變成了傷害 還有韋音嗎 嗨... 不是 你剛剛那樣子和是等於 你有在看他的嘴型 有 而且其實我們要比較 聽得到主唱的聲音 主唱反而不太需要 聽到我們的聲音 那可是有的時候和音有三位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不同聲部啊 這個和聲 它有像低聲部的和聲 有像這個上三度的和聲 它出來的聲音 會有一個共鳴的效果 所以你們現場是可以立刻營造出 那種麻的效果嗎 不然再一次嘛 你說也是同一首歌嗎 跟後面要加入喔 妳唱高 妳唱低 妳可以唱低嗎 然後就是唱我原來的 妳唱高的 好 我來 我來 把濃情在轉眼前變成了傷害 有麻嗎 有 比較像冒鬼的感覺 他會和嗎 因為同女生的話 用假音和比較合適 而且剛剛黃大偉假裝要和 可是他只是這樣 對 因為你也沒出聲音 我在欣賞 因為那個歌詞我沒那麼熟 對 你根本擺出很像和音的表情 因為康康是有出聲音 你有出聲音嗎 沒有啦 我是稍微用低 用唸的 又比他更低一點 對 動作最大是黃大偉 我會自己以為他也要加入就好 黃大偉他的和音也是很厲害 是嗎 我這一張專輯他還幫我和音 現在和音如果唱不好 會變成是搗亂 搗局啊 所以你都不準 然後像以前我一個朋友 他說你唱什麼 我又幫你和 然後晚上你說你那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腳 我和你吻別 我和你吻別 在無人的街這樣 這樣和好不好 不好啊 可是後來 可是後來又杰倫 好像都這樣唱 林俊這樣和不行嗎 這種 就很好笑 因為你要和這種 這種還是要有一個音啦 就不能是 要幫你唱 我幫你和 我就要幫你和看 好 我和你吻別 在無人的街 讓風是笑 我不能拒絕 我和你... 湯湯...送金團 真的會受不了 對... 這個就是為了個歌詞 把忘了那個... 對 而且他還很大聲耶 他很認真唱的時候 他一直這樣 然後... 會很干擾 他又是一個老闆 你也不好意思講 怎樣 我小學有練過什麼 他剛剛真的會讓你分心 因為像剛才林俊一和的時候 你是...可能已經是太和到 你有點聽不到他的聲音 像他剛才那個就很吵 很吵 OK 所以會拖累你 可是林俊 你在當和聲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想要趁機唱得好一點 我覺得做和聲做久了 你真的自己上去當主唱的時候 那一剎那的心情 還是會百感交集 因為你就想說 我以前幫這麼多人 站在這麼多人的後面 然後你上去的時候 其實是會雀場的 所以反而是 有時候和聲是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保護色 因為我不用負責 你當過哪些人的和聲 康哥 然後小玲姐 然後棒棒堂 小豬 棒棒堂 對 小豬等等 所以當棒棒堂的和聲 你是唱和聲 還是你是唱主音 都有 也有唱主音喔 也有啊 他們的專輯我也有和啊 所以你也要營造出 歡樂的那種和聲嗎 當然啦 因為現場就是歡樂啦 可是要怎麼營造出呢 沒有 你會看不到我們啦 我們都是跟樂手在一起 可是你看不到我們 他們在唱快歌 我們也會跟著跳 因為你的聲音如果 會是平的 所以我們在後面的和聲 也是跟瘋子一樣 你就插妹 然後他們出來 我愛你 就插一點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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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因為我去看阿妹演唱會 他後面的和聲的氣氛 就是感覺那是他們的演唱會 對 因為阿妹在唱的時候 他們就在後面一直這樣 然後你就動作大到 你會一直去注意和聲的那個淚快 我以為他們是被逼的 就他們其實沒有想到那樣子 可是感覺像你講的 然後他們如果不這樣的話 那個聲音會不一樣對不對 有沒有聽起來是... 就是平的 所以你在拍手的時候 你其實心裡面是在落淚是不是 就是... 就想說又不是我的演唱會 我在那邊拍手 是不會這樣想啦 因為... 沒有這樣可能會被換掉 你可能會沒有下場 不投入就不行 對啊 就是你還是為了工作 還是要... 可是演唱會不是有的時候歌手就會 有到合音旁邊 就讓你們每個人標一段歌嗎 對 康哥就有啊 那時候你就會努力標嗎 那時候該你的你就是要... 什麼都要唱 對啊 因為你不知道那時候 不是 因為我們常常 我們常常被介紹的時候 是後面音樂 不一定是什麼類型的 所以他可能當時介紹的時候 是爵士 然後或者是在介紹的時候 你也會用嘴巴 那不是壓力很大嗎 他真的很厲害 你會用嘴巴配合那個 爵士樂的樂器 正面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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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那種嗎 其實也得要...不會也要音樂 所以你要...比如說 你現在是要請他唱了一段了 你說康康現在就請合音唱一段嗎 對 就好像是在演唱會那個感覺 我決定愛你晚年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合音天使 林俊宇 喂 人家來看我 唱這樣怎麼會唱 不可以唱耶 沒有 所以應該防著他啊 不要給他表演才行 不會啦 可是他這樣一唱 你剛才前面那一句 不就是會被壓過去嗎 所以我就會罵他說 喂 人家是來看我 不是來聽你的 這樣 我們都是這樣玩 所以他... 你當時聽到他的歌聲 你會想說 這個人怎麼會被埋沒嗎 其實被埋沒是應該的啊 我們也被埋沒很久啊 31歲才出道 他現在也是30幾歲啊 是喔 對啊 所以就是 因為他也幫那麼多合音出來 他去模仿費玉清 可以唱蔡依林的 可以唱周杰倫 可以唱很多人 就是因為 而且他有在演舞台劇 兒童劇 所以他的肢體都是這樣 所以他上一張跟這一張 已經距離20年了 他都沒有變壞 真的是我們這個 演藝圈的算是一個 很正面的教材 是 因為很多小朋友可能 紅了到最後 無法接受他停留在那裡 趕快走 丞翰典現在已經是壞到 壞到哪裡 錄影節不是要抽兩包煙嗎 沒有 不 還不抽煙啦 但是你臉為什麼這麼黑 曬太陽 自然健康 你那個丞翰典的助理 叫什麼名字 大衛 最近我FB有加他 因為人家說 小時寥寥嘛 大衛必加 對 他有鼓回來 這個好像... 這個是最近我聽這個 陳鈺勳講的 你真的戰鬥力很強耶你 你英文很溜是不是 Perfect 所以他剛剛說 當你有遲疑的時候就放棄 When you lay... Let it go 會好刺痛喔 這麼大 When you... We will doubt Lay out That We doubt let out Lay out 因為有些人合一會道... 道的就是搗亂 會搗亂你 反而是不好 這樣記會比較好記 That 道不是搗亂耶 我知道 道就是說 當你疑慮的時候 他這是快速記憶法 Yeah Confused That 怎麼樣啦 很煩耶 好難喔 那句是... Lay out Lay out... Lay out... Lay out... 我第一下都濕了 聽你那句 Lay out 你記那麼久 Lay out 所以今天你跟關詩敏 你要唱這個歌是你指定的嗎 是我建議的 那我說如果沒有的話 他也可以 你選這個歌的 因為男女Key還是有區別嘛 我覺得這首歌男女對唱 原來就在我的專輯裡面 而且容易學 而且滿符合他聲音的線條 所以我建議這首歌 好 那你就帶小冠一起上場囉 好 麻煩 然後你給... 昨天哪若有似乎的語言 感覺馬到手指尖 寧願失去了註見 抱歉 很怕被別人貼標籤 以為交情還太前 美心世界还遥远 转眼 当冰山遇到容颜 消除的极限 泛河的奉献 把人推向轻锋的边缘 看你看我 看我们之间 像两条分流彼此纠缠 又彼此蔓延 愿你愿我 愿我们之间 难看似平凡 感觉温暖 简简单单 就好想看见 就好想看见 他们说的父亲也 对 他刚刚好像就是没有太 要表现技巧的意思 所以你收了一些是不是 收了一些 因为有飙高音的地方啦 可是我怕他 因为他歌可能还不是很熟 所以如果飙太多穿梭的话 会干扰到 原唱是彭佳粿 是 他其实满特别 就是说看他柔柔弱弱 可是他也唱那个少女时代的舞曲 他也唱那个可能美国黑人的舞曲 所以他 他动静其实都表现得非常极致 所以那时候 差不多到第五六场的时候 其实心里梦我们几乎是 他就是前三名的候选人 因为他几乎每一个方位的表现 都蛮出人意料之外 他从来都没有在比赛中间 让你们失望吗 非常稳定 没有失误 应该讲 我记得有一次啦 有一次被大家好像骂得很惨 他自己也很慌张 可是那次是唯一的那次失误 他自己好像蛮记取那个教训的 陶哲 当你的制作人之后 有给你什么改变吗 是你原来在参赛的时候 唱歌不一样的事情 唱法有帮我修正了很多 是喔 对 因为我以前有养成很多坏习惯 像什么 就是...就是会很容易一会大声 一会很小声 就是 那是风格 那是风格 陶哲私底下有跟我讲 可是互大互小这件事是不行的吗 可以啊 就是老... 大家都是这样的嘛 你也不就要弄情绪吗 好像那个齐琴啊 他也是这样啊 千千的我叫你 千千也都是这样 不是啊 你雙气观到他也是这样 那500是这样啊 今天你是要跟歌手不能搞笑 不是说你不要搞笑吗 今天 所以那种唱法就是有一种 嚇唬人的感觉 是 自己制造音效啊 所以陶哲说这样不行是不是 老师是说 希望现在就是唱比较符合我年纪的感觉 关西米 那如果今天我们请你唱一段 你自己想唱的歌 让三位老师听一下的话 你有准备吗 比赛的时候有唱过耶耶耶耶耶 OK 让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好 来 请 谢谢 谢谢 那是一半天 你在哪里 我想问问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 一开始我聪明 结束我聪明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想问天问的地 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 放弃所有 拋下所有 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你也不必坚强在摔摆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流流 慢慢的拼凑 慢慢的拼凑拼凑 抱紧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我不愿再放纵 也不愿每天每夜每秒飘渺 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久 我的梦 我的梦 好厉害喔 這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挑剔的耶 是啊 這樣... 剛剛這樣還有什麼要改進的嗎 沒有喔 覺得她唱得很好 而且16歲就可以這樣子唱 真的非常厲害 好像沒有這個談過戀愛 還可以這麼有感情 你怎麼知道她沒有談過戀愛 對 因為... 我不知道 我們在比賽過程上問過她一句話 說 說像妳這樣唱還滿有技巧的 有很多純齒音都用得很好 她學唱歌學多久 她說她學一年 她一年前還不太唱歌的 這個是老師教出來的嗎 還是本來就... 以前喜歡唱歌 可是就是會的歌曲也不太多 然後也不太會用技巧 那後來是去找老師學唱歌 對 這種音質去找老師 老師要教什麼 我以前是聲音很虛 然後都不敢唱出來 都是用假音 然後很棄音這樣唱 所以她鼓勵妳唱出來 就是教我怎麼把聲音放出來 可是如果妳教程翰臉放出來 也放不出來 怎麼樣 剛剛那種聲音 你覺得你上完課之後 會不會擁有 我覺得可以練 因為我們沒有經過這個訓練 她臉還沒有變換 她變一半 她是關在家 我是關起來啊 你是放出來 因為你不是也要出唱片了嗎 真的假的 我這個計畫 年底 出卡帶好了啦 卡帶 然後看人家要... 對... 好 黃大偉 那今天你跟Kimberly的歌 是你選的嗎 沒有 他選的 是我選的 Kimberly選的 對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看過黃大偉唱這首歌 讓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比較熟悉的歌 有專輯要送你 你也出了 乾杯女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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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berly的 剛剛...剛剛你聽了關詩敏唱歌 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不會啊 因為我其實想到我16歲的時候 就會其實很鼓勵她 18歲的時候想到16歲的時候 就兩億千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我想我13歲的時候 不要作聲 可是Kimberly的歌 不是這一路的 因為我的主打歌 艾妮是比較Sweet的那種 對 但是還是有Bridge 到Bridge的部分有高音 所以 對 還是有表現一點點 因為如果要跟黃大偉合唱這歌 好像是要感情生活有一點 有 歷練吧 看她喝多少 套酒來決定嗎 OK 妳幫我辦最難的 看喝到什麼時候唱歌 對 好 黃大偉那妳要帶Kimberly上場喔 好 謝謝 好 黃大偉那妳要帶我 卻無從甘拜 是妳了給我的悲哀 Oh 愛 讓我變得看不開 Oh 愛 讓我知他傷害 OK 你把我關醉 你把我關醉 你讓我流淚 抗笑了所有醉 我憑你挽回 你把我關醉 你讓我心碎 耶 愛的說不為 愛的說不為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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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我夢到哪裡 你都在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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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什麼的小蕾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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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 妳今天看到黃大瑋的臉的時候是 我想說 妳是不是吃到大便 沒有... Kimber 妳看...妳跟老師對看的時候 會覺得她的表情讓妳想笑嗎 其實還好 因為我覺得她很投入 所以可以跟我一起投入 我覺得... 還好我今天沒有彈... 還好我沒有彈吉他對不對 對 不然妳會更嚴重 不 更醜 就是... 其實應該不會 因為外國人在唱歌都是這個樣 對 很投入 所以她應該常常... 因為她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弄她的空檔 她唱完之後這樣 所以她很忙 然後再唱 因為她主要是 呼吸那個是表演的一種 她的表演是這樣的 她的聲音要在後面 要在那個...她的後面 所以她麥克風不能拿很正 她很像是在狂風沙當中 對... 還有...我喊大聲 我的嗓子了 我可以喊大聲 所以我聽到她的聲音 我會很自然的平衡一下 對 沒有 我們說的是 可是妳的表情很麻煩 可是Kindle是不是 為了要跟你合唱 她的那個Key是... 不是你擅長的Key是不是 對 它有一點低 OK 沒關係 因為我們讓Kindle自己 可以有一段表現的機會 所以在沒有黃大偉陪同之下 你自己可以選一段歌來唱 Kindle上台 謝謝 Kindle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right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ai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happening to me I've found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that's happening to m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m living to achieve Learning to love yourself It is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m living to love you 謝謝 很會唱 所以請問妳的新專輯裡面 也都是這樣子的歌嗎 有一些 然後有一些 是比較可愛的那種 對 想要走回來 本來年輕 妳的聲音唱可愛的歌 會不會很痛苦 其實還好很輕鬆 有一點忘記怎麼飆歌 所以就是大吼大叫 她會唱楊承琳的歌那種 是 這樣有唱法嗎 她這麼可以大吼的人 唱可愛的歌 應該會覺得妳知道 沒辦法舒展啊 也還好 就是很像講話一樣 就比較有自己的感情在 因為可以透露一些講話的 對 如果讓林俊逸自己表演一段的話 她還有辦法 跟以前我們康熙聽到 不一樣的部分嗎 她剛剛前面就是請和音唱那段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耶 已經算很不同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讓妳自己表演一段的話 妳會唱得跟以前那個 費玉琳路線的不同的嗎 我在POP駐唱 也都是唱比較抒情的歌 然後所以我還是會喜歡抒情的歌 對 我比較不是那種很POWER的唱 怕我們叫妳鬼頭鬼叫 我剛剛已經叫過了 她有唱那個...那個... 那個... Obitas Obitas 那個唱得非常好啊 OK 對啊 所以妳... 妳要先自己表演 還是想要先跟康康一起 我都可以耶 是嗎 對 那妳先自己表演好了 好 來 你自己唱 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眼 再也沒能忘掉你容顏 夢想著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見 從此我開始孤單思念 像妳是妳在天邊 像妳是妳在眼前 像妳是妳在腦海 想你是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你也爱 好厉害喔 那刚刚那个应该不用唱 不用啦 新专辑的这个专辑名称 跟你的小孩名字有关系是不是 對 我小朋友的小名就叫筍 然後就...你就要讀書這樣 叫他要讀書 對啊 對啊 這個歌就是... 真的嗎 對啊 你有讀書好好讀嗎 我就是沒有 那你... 你沒有聽過嗎 我可以唱一段嗎 拜託了 你又有一個小孩 可以啊... 小薇好像... 哥哥 你又有一個小孩 我可以唱一段 我可以唱一段 我都跟你唱一段 他都要讀書 一段 你唱一段 我都能唱一段 我都能唱一段 孫子 你就要抵折 將來這杯都是問題 看你甘著不驚 走火打開一個街 冠的眼睛才會冠冠 好感人喔 竟然 對 換一下... 應該是因為憲哥說 我這個歌跟這個阿嬤我也很像 是 阿嬤為什麼還會 喂 不要 他竟然打悲情牌 講什麼爸爸的日子所剩不多 對啊 最後才會甘願避是不是 因為這不是我的作品 是一個好朋友寫的 然後我聽到很感動 然後我突然就覺得說 我45歲了 我兒子今天滿三個月 那我真的如果一直喝酒 一直做一些危險的表演 我很怕我來不及看他長大 其實是會... 不會啦 他20歲的時候 你也才65啊 65耶 65算什麼 那個棺材不是裝老人的 我覺得爸媽真的很喜歡 打悲情牌 一直詛咒自己會早期 而且你想順載這樣壓力多大 爸爸一直在那邊唱歌 要好好讀書 萬一他就不愛念呢 然後順來就會說不要再唱啊 對啊 結尾還要說 爸爸眼睛這樣才願意合唱 對 你是真的將來要... 叫你小孩要聽這個歌是不是 沒有 就是在他長大以後知道說 爸爸很愛他這樣 可能不敢不好意思表達嘛 因為男生跟男生的 就是知道爸做一個這個事情 因為這張是康康自己出的 對 所以唱片公司 現在已經不出唱片了嗎 沒有人要幫我出了啦 我就自己出啊 怎麼可能 沒有... 把機會讓給新人嗎 因為他們就是比較... 可是你這樣子應該已經算 有賺回來了吧 賺回來了 那就好啊 很好聽的歌 所以我也很想投資開麵包店 是 我想會打動很多舅爸爸的朋友 因為我真的要謝謝那個... 亞軍兄 他真的人很好 很幫忙 我知道 他性能力很強 我老婆呢 好... 不是 因為我不做給Eddie 他一直沒了 要感謝徐亞軍 對 要走了嗎 好 恭喜你們的新專輯出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